继续来关心其他的社会消息 台北市民权西路跟城的路口 发生了无辆机车连环状的车祸 先是一辆机车在号制灯转黄灯的时候煞车 准备要等红灯 不料后方的骑士反应不及 连续追撞造成了三个人受伤 而等黄灯的骑士更是惨遭二连状 而驾驶上路遇到黄灯 到底该赶快过去还是停下来呢 交通警察就提醒大家了 如果说您已经超过停止线的话 就加速通过 如果没有的话 就该减速停车 但是同时也得注意后方来车 路口无辆机车撞成一团 有人稳住车身 有人侧翻倒地 还有骑士撞骑后反应很快 用跑步抵烧前进冲力 差一点点就要惨摔 但这到底怎么撞的 时间回到几秒钟前 路口亮起了黄灯两秒后 白色机车的骑士减速打算停等红灯 但是后方其他骑士可不这么想 打算催油门加速通过 这下反应不及造成了五车连缓撞 最前面那台车应该是他看到黄灯 他知道路口很大 他过不了 所以他减速杀停 但是后面的人可能是看到黄灯 却想要加速冲过去 车祸发生在北市民权修罗汉城的路口 由于这个路段是双北市往来的交通要道 因此白天车流量大 那驾驶遇到黄灯到底该怎么过呢 交通警察给正确答案 要是黄灯时已经过停止线就加速通过 但如果还没跨过停止线就减速预备停等 同时也得注意后方来车 如果说真的是快要到那个红绿灯底下的话 我可能就会过 但如果说远远看到 基本上我不会去冲 令汽车行程 驾驶能备注意车停状况 令汽车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令汽车发表 黄灯过不过其实上路都有不同见解 但显然有过这次经验 日后以停止线当作标准 或许就能少点皮肉痛 记者成长林秉舟台北报道